如何用camera调出柔和耐看的色调 照片打开进PS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整个照片是一个高调片 白色婚纱 白色西装和白色背景 我们可以在亮度里边 适当提一下它的曝光 降对比 降高光提阴影 让层次丰富一些 同时把黑色往左来一点 不要让黑色太灰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往下看找的颜色 在这里边有一个吸管工具 吸取背景 让背景色校正色温 同时肤色也是校正了一些 我们吃到再把色调 摄影往左来一点 色温往右调一点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降低一点饱和度 追加一点自然饱和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往下看 找到混色器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点击明亮度 提高我们橙色 红色和黄色的明亮度 优先提成 橙色主要是控制肤色 所以说你提橙色 对肤色影响最大 再适当提一些红色和黄色 饱和度 饱和度里边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 这样一点点红色的饱和 色相 橙色色相稍微往右来一点点就好 这样的话出来的色调就比较柔和耐看 最后我们看一下前后对比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一定要记得点赞 关注